风云骤变 重重叠叠的帷幕后 是谁推波助澜 粉黛婀娜 迁徙家国天下 是谁花言失色 红墙金把 鸡谋算尽 是谁仰天长叹 这里是皇家禁院 国宝档案 再续传奇 1820年 清朝嘉庆皇帝 从北京前往 河北成阁的 避暑山庄 谁也没想到 住进避暑山庄的 第二天 嘉庆就突然死了 那么 嘉庆长途跋涉 去避暑山庄 干什么呢 皇帝突然暴毙 又该由谁 接替皇位呢 1820年农历7月18日 嘉庆从紫禁城 前往河北 成德避暑山庄 皇次子 宁宁 军纪大臣 御前大臣等 都亲自随行护驾 嘉庆皇帝此行的目的 是举行一次 木兰秋衔 就是秋天到木兰围场 去打猎 一路上天气炎热 一行人走走停停 走了七天 才到达成德避暑山庄 一到避暑山庄 嘉庆皇帝就住进了 烟波智爽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于是马上双膝跪地说 皇上必须马上休息了 不能再工作了 而此时的嘉庆也突然感到头脑发胀 呼吸 说话都困难 这可击坏了身边的皇子和大臣 他们慌忙召集御医来给嘉庆皇帝看病 御医们推断嘉庆皇帝极有可能是中暑了 便给嘉庆开了些药 服药后 嘉庆皇帝略有好转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到了晚上 几个大小太监留在寝宫里伺候着 忽然间天空中电闪雷鸣 一时间雷电交加 气氛阴森恐怖 就在此时 一直躺在烟波智爽殿西暖阁床上的嘉庆皇帝 突然口鼻乱动 几次想抬起手臂 睁扎着要坐起来 似乎想要开口说话 可是他呼吸急促 根本无法开口 小太监们顿时乱作一团 有的急忙去喊太医 有的去找皇子和大臣 不多时 二皇子敏宁来到西南阁 此时嘉庆皇帝已经只有尽气 没有出气了 敏宁连声呼喊他 他似乎也没了知觉 忽然一道强光划过 随后一个炸雷在烟波智爽殿上 轰然响起 人们惊魂未定之际 发现嘉庆皇帝已经咽气了 终年61岁 秘书山庄里顿时乱作一团 二皇子敏宁立即下令封锁消息 秘书山庄大门紧闭 限制人员出入 一切都发生太突然 电闪雷鸣之后 皇帝就咽气了 山庄里的太监宫女 私底下都纷纷称奇 几个老太监偷偷地议论 一个人说 从来没听说过老天打雷劈死皇帝的 难道是烟波智爽殿不吉利 另一个老太监马上否定了他的说法 这大殿是先帝建的 康熙也在这儿住过十二年 乾隆爷在这儿住过五十二年 这是龙前伏地 你敢说皇帝是被雷劈死的 就不怕遭报应吗 几个太监马上停了嘴 不敢议论了 原来这烟波智爽殿建于康熙四十九年 因康熙皇帝说 这里四围秀岭 十里平湖 智有爽气 因此命名烟波智爽殿 在这里可以感受到远处湖面 水雾蒸腾 随风会传来阵阵和香 使人感到清爽舒畅 此前 每年夏秋之际 康熙乾隆皇帝都来这里避暑 康熙在这里住过十二个夏天和秋天 乾隆皇帝则在这里住过五十二个夏秋 可见先帝们都喜欢住在烟波智爽殿 然而 嘉庆死得太突然 又在电闪雷鸣中死去 民间一直有传言 认为嘉庆是被雷劈死的 那么 确实如此吗 专家研究过 避暑山庄的结构和地形 认为 嘉庆帝当时的秦宫 在烟波智爽殿内 最西边的一间 全是厚砖结构 烟波智爽殿又不是高层建筑 不可能引起雷击 况且当时宫中一片混乱 皇子 皇孙和众大臣们都在皇帝寝宫 外面又有太监 侍卫和宫女频繁走动 即使有雷击 也不可能只击中嘉庆帝一人 由此可见 嘉庆帝在避暑山庄 被雷击死的可能性 基本不存在 嘉庆皇帝突然死亡 这是大清朝第一位 死在塞外的皇帝 他身后留下的 除了离奇的死因 还有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 就是江山的接班人选 国不可一日无君 嘉庆一死 谁来继承皇位呢 于是随行的大臣们 立即寻找嘉庆皇帝 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匣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 嘉庆死后 身边的大臣马上开始寻找 军队 军队 打掌至我们的父亲 儿子为你 挣 no 洋有你 军队 虽然有你 有心 就是个語心 这段时间里 大清国可就没有皇帝了 考虑到国不可一日无君 于是内务府大臣喜恩提议 让二皇子明宁继位 这个提议立刻遭到了 军机大臣托金的反对 他说 历朝历代皇位的传承 是由皇帝立下遗诏确立继承人 二皇子明宁不是皇太子 也不是皇后亲生的 直接让明宁继位恐怕有违祖训 此后的几天里 避暑山庄乱作一团 人们在议论嘉庆皇帝之死的同时 也在为皇位继承人之事争论不休 宫女太监们 把嘉庆皇帝随身携带的箱子 全部打开 逐一检查 希望能找到装有传媚遗诏的绝侠 四天后 一个小太监突然翻出来一个小金盒 军机大臣托金一看 这就是绝侠呀 赶忙捧着这个小金盒去找钥匙 但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情急之下 托金一使劲把小金盒的锁打开了 打开一看 里面果然是嘉庆的遗诏 上面说 立皇次子明宁为皇太子 遗诏的落款是 嘉庆四年四月初十 这意味着 早在二十一年前 当明宁十八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嘉庆皇帝 就已经写下了这份 至关重要的传媚诏书 皇位继承人的问题 终于得到了解决 1820年农历8月27日 明宁在避暑山庄即位 称为清道光皇帝 从嘉庆皇帝驾崩 到确定二皇子明宁为继承人 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天 在这四天里 清朝是没有皇帝的 这在清朝历史上 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嘉庆皇帝 在电闪雷鸣中 神秘地死在了烟波智爽殿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对于嘉庆皇帝的死因 官方的记载上 都说是病死的 至于死于何病 也没有详细记录 而专家认为 很可能是触发心脑 血管疾病而死 史料记载 嘉庆帝身体一向健壮 中年以后开始发胖 这一点对血压心脏 极为不利 而且他怕暑热 所以大部分时间 都是住在圆明园 或避暑山庄 再加上天气炎热 成为猝死的诱因之一 道光皇帝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亲 在烟波智爽殿暴毙 他登上皇位后 再也没有来过烟波智爽殿 甚至都没有来过避暑山庄 而嘉庆死因的真相 和遗诏的真假之争 也成为这一片皇家园林里 长久难解的一桩历史悬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